這是我認識的Eddie 他總是比鬧鐘早起 不受美食的誘惑 尤其總有辦法遠離甜點 明明 杯子蛋糕 要不要吃 好啊 謝謝 好啊 好啊 嗨 什麼 喝咖啡 喝咖啡 誒 禮拜六有沒有空 幹嘛 看電影啊 看電影 一起 好啊 幾點 再跟你說 謝謝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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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那天 再次出現 再次出現的符號 再次出現的符號 就像按下引爆的開關 那些刻意被封存的記憶 在那一瞬間 在那一瞬間 爆開了 有人生日 看我做了這個大蛋糕給他吃 來 來 給你 看不出來我不想吃喔 我是阿姿 我是阿姿 是性創傷 復原中心的諮商師 Eddie 是我今年輔導的第十八位性創傷受害者 十歲的那個夏天 不幸發生了 叔叔 媽媽今天幾點回來 不知道耶 肚子餓的話 先吃叔叔做的好了 加害人和甜點 一起走入了他的童年 也剝奪了他的童年 大腦曾試著刪除這段記憶 但他確實還在 再次想起關於甜點的記憶後 他說 他就像掉入一個無底的黑洞 四周都看不見光 創傷事件的不尋常處 並不在於他少見 而在於他破壞了人類 對日常生活的適應能力 今天星星怎麼樣 最近發生什麼事了 如果你想說 隨時可以開始 你知道高角林嗎 當高角林在草原上被獵豹攻擊時 如果他逃不掉 他會立刻倒在地上 像死了一樣 這時候他會進入意識改變狀態 降低知覺 所以這時候獵豹若攻擊他 用銳利的牙齒或爪子 撕裂他的身體 他也不會感到痛 我們人類也是一樣的啊 創傷事件後 我們的身體 啟動了強大的生存機制 痛苦的記憶被迫分開儲存 好讓我們遠離事件 曾經帶給我們的傷害 但他從來沒有真正的遠離 回憶受爆創傷的漫長歷程 確實是痛苦的 但如果能在高品質的聆聽下 試著說出來 這些痛苦的創傷意痕 就會慢慢的失去殺傷力 成為建構生命的一部分 而我們能做的 就是慢慢的透過理解傷痕的源頭 來找回生命的主導權 那些難以說出口的 想要遺忘的 想要達成的 都可以安穩的 在這個角落裡被實現 被看見 我沒有辦法讓時間倒轉 但我想 我可以陪伴他繼續找答案 繼續往前走 有時候他就像沒事一樣 有時 又沒有來的跌落谷底 我告訴他 每個人的步調不同 這就是復原的過程 在這部分 最初的角落 在這部分 有時 有時 那些詞 有時 可 有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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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性创伤修复是一段漫长的自我对话 回看曾经的事件 也许它有一些新的诠释了 把世界还给自己 一点也不容易 我们知道这是一条荆棘之路 如果你已经辛苦地走过一段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陪你 一起继续向前走 感谢观看